因为就是我们客厅有一个高贵 那个高贵其实一般人都很难触及到 就根本没有办法用 确实那么够老 上去够地方没了 对 就是可能漏水 那怎么样 漏房子 衣服就是超级多 根本放不下 我用的是用一些收纳箱 然后来放我们那些衣服 就很爽 然后你看那种台子 还有他们洋洋 花花 草草的那种 现在都是落叶 满屋的落叶 对 然后就很脏 我平时都不会到这个地方来 我们都不会做饭 在这时候说的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1比1的平面图 小鹿来跟我们讲解一下 这应该是我们进门的地方 然后这边是我们的客厅 但是平时我们都会堆积一些打雾在这边 然后这边是我们的厕所 也是我平时和闺蜜争争最多的地方 然后走到这边呢 是我们的一个卧室 然后上平时我们活动最多最多的 就是这一个区域 然后再走到这边呢 是我们的一个阳台 是我们的一个阳台 然后上面呢 是我们平时晾衣服的地方 然后这边是一个露台 这个露台就是以前爸妈 洋洋 花花 草草什么的 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废弃到 没有再用了 然后这边是做饭的地方吧 厨房 但是我们已经搬进来的时候 就已经废弃掉了 这就是我们现在需要改造的一个家 你看 房间好爽 以后嘴子终于不用追到乱房间 是 当时我们俩出去玩出那个房子 它就是这样的电子炉就超棒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天天做饭了 可以啊 而且就是平时就是我们带回来的东西 也可以热一热吃 就像以前都不懂 我好喜欢这个分类的设计 设计师阿信将之前空闲废弃的厨房阳台区域重新规划 并用折叠门巧妙地隔出会客休闲区 既保证了整个房间的良好采光 又满足了两人私人空间的需求 我好